父亲跳入水中救人云难,家人却因此再遭劫难 听到别人说,吃饱了成都没事干,逞能啊,管那么多闲事干嘛 土闷的还债生活,一贫如洗的家境 我们一波货,父亲就一定要还 在悲惨的寂语中,花季少女为何放心自诩? 敬请收看《道德观察》诚信如山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 您看到的这个拼命干活的人叫杨林 九年来他一直这么拼命的干活 因为他要偿还父亲的一大笔债务 咱们古话说,父债子还 但是按照现代法律,父亲欠下的债 孩子没有义务去还 杨林为什么要替父亲还这些债? 他的父亲到底欠的是什么债呢? 杨林是宁夏银川市永宁县杨险村的一个普通村民 九年前,在2006年5月12号下午四点左右 他的父亲杨志明在唐来渠听到两个女孩子大喊救命 便纵身跳入水里救人 杨志明奋力把孩子带向岸边 甚至抓住了杨延伸过来的树枝 他那个树枝就拽断 拽断之后又更了一次,也抓住了 抓住之后,当时人也下去得厉害 最后人就实在拉不住了 杨志明和孩子一同被卷进了水里 很快就看不到影子 人们在慌乱中一边喊人打捞救援 一边通知到了杨林 接下来一连七天 杨林和弟弟没日没夜的搜寻 却都没有找到父亲被冲到了哪里 在第八天的早上六点 杨林和弟弟在两公里之外的河床上 发现了父亲的遗体 我一看把头上的泥沙洗了一下 我一看就是我父亲 打捞起父亲的遗体后 在场的人全都流泪了 杨林和弟弟都悔恨自己陪父亲太少 没有见上父亲最后一面 杨志明 杨志明舍己救人的事迹很快得到了社会的关注和认可 民政部追认杨志明为烈士 然而在大家沉痛悼念杨志明的时候 有些闲话让杨林和家里人痛苦万分 心里很难受了 更难受的就是听到别人说 吃饱了成都没事干 很能啊 管那么多闲事干嘛 心里觉得很不识滋味 不仅如此 就在杨志明尸骨未寒之际 杨林的家里一下子来了几十位要债的人 杨林的父亲杨志明生前是他所在的杨显村里的能人 依靠杨奶牛 他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就成为了万元户 2000年前后杨志明用杨奶牛赚的钱买下了砖窑 想带着村里人经营砖窑致富 那个时候我老爸就想着人往高处走嘛 应该再努力一下拼搏一下 最后就买了砖厂 付钱都是我拿着钱去付的钱 我今天应该是八万五吧 但是辛辛苦苦几年下来 杨志明钱没有挣到 而债却累积起来了 经营砖窑以后 这个东西就是老农民 你也给房他也给房 最后把这个砖了 钱都不给他给吗 全赦了账了 而如今杨志明牺牲了 那些赦账的人没有一个来还钱 但是拿着借条来讨债的人 却一下儿占满了屋子 这么大一笔账 大坏 心里面却是哑了哑响到大 杨林同济后发现 父亲欠下的外债竟然有二十多万元 就算把父亲牺牲后得到的七万元 抚恤金都还了债 还有十九万多的债务 在杨志明牺牲后没几天 就有一些村民来家里强谜强面 甚至连刚出生的猪仔都抢走 并动手打伤了杨林的母亲 父亲遇难 母亲受伤 当时弟弟外出打工 家里只剩杨林自己成了顶梁柱 杨林一边安慰和照顾母亲 一边痛苦的思考 接下来他应该怎么办 父亲因为见义勇为牺牲了 母亲痛上加痛 竟然因为阻止债主来抢东西被打伤了 这时候邻居们说的于情于礼都说得过去 那杨林会不会真的就背上老母亲 锁上家门远走他乡 离开这个让他伤心 灰心和痛心的地方呢 当时自己也想 你也就说走个三年五年 这个都得还行 你鼻子都不会这个地方 对吧 在一个别人好心好意的把钱钱给你 要是在帮你也同事 要想让你把日子过后 杨林反复思考了很久 看着父亲的照片 杨林默默地在心里做出了一个承诺 自己不容易多苦 父亲这个债一定要还 下定决心之后 杨林开始更详细地统计债务 规划还款 这时候杨林发现 这十几万元的债务中 竟有七八万元欠款 没有借条 要去测试那边 他就没有欠条 私窍 一家是没有欠条 这七八万元没有欠条的欠债 杨林能不能认这个账 村里很多人都认为 杨林不可能认这个账 从现在讲 你条子没条子 熟悉没熟悉 你将来凭什么跟杨林说呢 连银行都说 你欠 肉包大狗人 又来我回 杨俊才的六千元欠款 没有欠条 大家都觉得没戏了 没想到杨林找到了杨俊才 杨林的举动很快在村子里引起了轰动 说我爹还有点账 我说对 我暂时给你还不了 别问我要 我经济条件好了 我就给你还掉 我说那行 我说你就十年八年 我也不在乎 你能把这两句字能提出来 我心里就蛮舒服的 起初那些强迷强面的村民 也开始回过头来找杨林对账 而杨林的回答 让很多人更加放心了 这个你不要担心 那么你如果担心 我现在给你打欠条 杨林说到做到 几个没有欠条的债主 都由杨林以自己的名字 重新写好了欠条 从这时候起 村里人都感觉 杨林变成了另外一个人 一边在家里面 种地 一边就是大鸡风领过 就在刚才上 装钢菜 杨林几乎每天 在天亮之前就起了床 在工地上 没日没夜的搬运着钢材 杀石 而在家里 每一分钱都省下来 用在了还债上 他能吃的苦 像说钢材市场 我听了我都留言了 我肯定干不了 我有时候 我跟我老婆说 我说 家里我哥承担的太多了 看着杨林受苦 村里有些人也于心不忍 在巨大的还债压力下 这些说法也曾动摇了杨林还债的信心 但是最终 杨林凭了过来 我已经贴着钱 都是都有一些农民 我也是个农民大子 也是农民 我知道从这个地里面 整来的每一封钱 都是很不容易的 所以我就下定决心 不用有多磕 有多难 不管是得用十年还是二十年 一定要把这些钱全部换上 我才对着 家给我父亲签留 父亲去世的八年里 杨林几乎没有为自己买过衣服 也没为自己休过一天假 虽然已经三十七岁 但是村里没有哪个女孩子 愿意和她搭上一句话 直到邻村的姑娘杨荣 惊人介绍认识了杨林 杨林原以为情况说清楚了 从此她就再也见不到杨荣了 但是经过第二次见面 杨荣却做出了一个 吓到了杨林的决定 直接说了 我说爸我要跟杨林结婚 我妈就说 你想好了没 就说是 嫁过去什么都没有 我说这个我不怕 我说我觉得他这个人 的确真的特别诚实 至少是他亲口告诉我的 说是他家里面欠了多少钱 在家徒四地的屋子里 杨林和杨荣 开始筹划他们的新生活 但由于连婚礼的六千元钱 都凑不起 他们再次痛苦万分 说实话 我的同学 我的朋友 结婚的时候 也不说什么楼房呀 还是车呀什么的 但是我不在乎 就说是这些物质上面的东西 当时我想了 我还就说是 把家里面亲戚 都一起 就是坐着一起吃个饭就行了 就跟我岳父 你还批评我 人生结婚就这么一次 你没有钱 我给你拿一万块钱 你也不能太对不起你自己 当时我眼就出来 婚礼在杨林家的院子里举行 很多债主都不请自来 为这对新人带来了祝福 结婚后 杨荣给这个家带来很多的生气和快乐 杨林苦闷的生活 开始发生了很多的变化 为了帮助杨林还债 杨荣也开始起早贪黑的工作 可就在这个时候 有一件事深深刺痛了杨荣 两个人的努力 让彻底还清债务的愿望 变得越来越近了 2015年的1月23号 杨林贷着三万五千元现金 找到了村民周永生 哎呀 我当时借到这个钱 我心特别高兴 我说人家挺属性的 我说人家 老子虽然是话一说 那样走了也没给阿子交代 但是话一说 人家阿子看了那个底子 人家妈说了 我留了我心挺高兴的 三万多的 杨林用了九年的时间 还清了最后一笔欠款 在回家去见媳妇杨荣之前 杨林一个人来到了父亲的坟钱 一边一个父亲烧了质 就跟父亲说 你别动了钱 我全部都别还完了 你这可以 老心 不要担心 我少爷老公终于还完了 当时杨林也哭了 还完钱之后 也就面临快过年了 我俩身上就五十块钱 就去永宁 花了三十块钱 然后给我买的蛋糕 就是 就是临时 杨林遇上了个好姑娘 她结婚了 幸福了 今后的日子也差不了了 而且杨林曾经当过兵 因为替父亲还债这件事 远近闻名 大伙都觉得杨林是一个 说一不二 诚实可靠的好人 村里就把报账员这个工作 交给杨林来做 几年下来 她报的账 没有任何失误 还替村里人解决了不少难题 你说好人有没有好报 有人觉得 这是一个时间问题 我觉得还有一个关键因素 那还得看 这个好人身边的人 是什么人 我们这个社会 是不是一个诚信 宽容 而充满爱的社会 我是卢一鸣 明天见